主席 縣長 副縣長 局處長 我們議會團長 還有我們大家午安 首先今天想請教一下我們縣長 就由我們那個台馬之星 船隻操縱 跟竹競打官司情形 現在到進行到什麼程度 請主席財事請縣長做個回答 好 請縣長做回答 非常謝謝林議員關心 就是我們台馬之星建造的過程 就是因為台馬之星建造操縱 影響到這個吃水 水生的問題 然後這個部分就是我們依照合約 就是扣除它的那個經費 他們也提起那個公共工程委員會在協調 現在正有公共工程委員就職 是 那那個 現在 現在我們請秘書長來回答 好 現在請坐 好 請秘書長做答覆 是 謝謝林議員關切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蠻複雜的 因為它現在高頂 本來之前是向公共工程委員會提出申請調解 那調解咧 我們雙方也提出 就是我們有提出條件的 有條件的所同意它的內容 結果前兩個禮拜他們又撤回調解案 所以這個案子將來可能要進入訴訟程序 我們扣它的錢是一定要扣的 比如說現在可能會進到司法程序就對了 他一定會進入司法程序 你到現在還沒開過庭 沒有 他剛才撤回 因為他會起訴 因為錢我們已經扣了 還在我們這裡 沒有給他 這樣子是 是 那這個因為這個船已經 外面這個風風雨一大堆 我希望這個畫面 憲政總統這邊 要多多關注 我們會很慎重 也要把守我們自己相信的權益 然後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這個縣長這邊 我們現在談判人現在 到底是留院還是不留院 請主席才是縣長做回答 秘書長請主席 好 請縣長做回答 謝謝林議員 我想這個台馬人留院 這兩年下來 大家可以看到它發揮很大的效益 所以說基本上 我們對台馬人留院的政策是持續的 那明年的計畫也報行政院核定了 那現在關鍵就是 因為台馬人太老舊了 他可以不可以繼續留院 我們要做很神聖的評估 那這個部分會透過 航艦局跟驗船協會的規定 依照規定來 我們希望如果說台馬人在勘用的狀況 能夠在安全無餘的狀況 我們會繼續留院 如果說真的是不能留院 我們會尋找替代的方案 在三千噸的客戶還沒有造成以前 會尋找其他的替代方案 因為現在這艘船 應該有三十二年 三十三年了 三十二年 明年是三十三年 年限是三十五年為期限 那其實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政府也沒有說 到底也沒有想打算去爭取三千噸的船隻 三千噸的船隻 今天 航艦局 謝局長過來 早上他也跟我講 我們申請三千噸客戶船造船的計劃 已經通過這個 航艦局的這個委員會的審查已經通過了 那我們做部分修正以後 就報行政院交通部 那核定以後就開始進行這個造船計劃 那你認為這個三千噸船應該預算是沒有 就一樣會支持就對了 目前就是今年明年的預算是沒有 但是如果核定以後 我們可以先行執行 先行執行 那後來就是在編預算來 我們可以先執行 然後之後再編預算來還給我們 那明年是不是可以調整一些預算 先來執行 我們來尋找這個專案管理 我們會在協商之中 那今年是沒有預算 不管怎麼樣是等到要兩年的事情 你說兩年以後 對 我們是希望說 今年就開始規劃設計 明年就評選那個專案管理 然後希望說明年下半年 或者是後年上半年就發包 因為這座床真的也是太老舊了 我希望這床之間會怕造成以後 假如說延用 要是驗不過的話 明年就不能延遠了 我們勢必會產生困端器 那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現場 就外場外面說 我們民間有意願集資 是 去做五百噸級的客 是 然後你對現場 你對這個 這件事情 這種叫做民間投資 有意願投資做五百噸級的客 是 他目的是說 他目的是說跑菊光 跑浪漆 跑台灣 你對這件事情的看法是什麼 是 那民間的確有業者 就是有跟我討論到 希望說有民間建造 五百噸級的這種客輪 就是 那我是非常的支持 而且盡量給予極大的鼓勵 那我也表示說 政府對於民間參與 地方的交通建設 是非常支持的 那相關方面 譬如說協助貸款等等 我們也會全力來協助 那我也表明 馬祖這幾年的發展 是非常快速的 我是覺得說 海上交通的需求 跟發展 未來也是有很大的空間 不管是東雲航線 未來的浪漆航線 甚至以後的台灣 馬祖航線 甚至台北港道 馬祖的航線 都有空間 那我也希望說 民間能夠積極的參與 把握價值的機會 能夠掌握先機 但是政府能夠 給予多大的協助 我們現在還有一些變數 不能百分之百 給予一些承諾 或者 但是一定會盡最大的力量 來協助 一起透過民間的參與 加速地方的 航運的建設 我想對馬祖的發展是好的 這部分我們會繼續 鼓勵民間參與 因為這艘船 假如說這樣 機費也是不少 大概兩億 聽說是兩億多 大概三億以內 三億以內 要是沒有政府的支持的話 這艘船回來的話 應該是 就算有航線 以這個乘客來講 也是沒辦法營運下去 勢必政府方面 有沒有想到補助措施怎麼樣 可能這方面 你現在要明確 告訴他們投資業者 政府的方向是哪裡 他們到底敢不敢投資下去 所以我希望現場 有聽到的事情 有議員的人 跟你現場聊天的時候 應該要把明確的資訊告訴他們 到底他們投資下去 划得來划不來 不要拿回來 以目前這種客運量來講的話 根本好像 在營業方面 是有點困難的 尤其我們兩岸到現在 我本身也聽說是 台灣大陸那邊 就是說他們本身有點爛起這個韓線 他也好像是要做了一艘 三百五十噸的船 現在也沒有這回事 好像是酸鐵 他們是有計劃做鐵科船 有計劃做鐵科船 大概也是三五百噸的 對 很難怪現在 因為大陸現在目前 很多造船 比以前先進很多 尤其中小貨人這邊 然後再來我再請問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台馬之星 跟台馬的經營者不一樣 本身昨天碰到一個觀光客 他在網路不守 然後問我 然後我說那幹 他說要去華為去買票 然後我問你現在怎麼去買票 他說我已經之前訂好了票 就前幾天我們不是台馬之星沒開嗎 然後台馬的晚上夜寒 結果那乘客應該說 結果台馬的只告訴他 是傳個全訊告訴他說 今天船不能太大 沒有開船 他沒有告訴對方說 今天晚上我們有夜寒 是 因為我們交通 我們那個 曾經 巨站那邊有一個馬祝福的資訊 就是說 就是專門那個交通通知識 資訊完 在台灣觀光客是沒有的 可是他就變成說 他不知道晚上有夜寒 就是新華人也不會告訴他說 因為他票已經買了 刷給也刷了 然後新華人沒有告訴他說 欸 晚上有夜寒 這個是不是因為這些因素 因為你的兩艘船的經營者不一樣 那等於說你已經跟我訂票了 我有夜寒我也不會告訴你 所以說這方面 我希望這個方面應該是要跟 是 去協商一下 因為你公共會來這邊 他也不知道 是 因為他已經票已經訂了嘛 也買了嘛 那如果說你再在經營者的立場說 你當然這個留著 坐我的船子回去 是 所以這方面我希望 那個 我們那個交通旅遊局這邊 應該去跟 兩家的台馬倫 兩家台馬倫 或者馬祝之心 好好協商一下這個問題 這樣子會變 對我們馬祝的心 就是說對他們的感覺會 這個觀感 是的 再來說 我知道縣長很注重我們馬祝的 觀光事業 尤其 歷年來 我們現在觀光流數是逐年增加的 可是 我知道縣長 你有沒有 有沒有關心過這個 就是馬祝之間的貨輪的問題 就是小山東貨物 因為據港務處這邊 一到四月份來報 所有船隻到目前為止 就是台灣運過來和大陸運過來 總運量是大概六萬多噸 是 六萬多噸算起來 從大陸過來的大概沙子 稅子建材加進去 就扣到兩萬多噸去了 是 所以說算起來 而且他們這些總共有七八艘公司在跑 是 七八艘船在跑 所以說算起來 一艘船根本都載不到什麼波 你看 平均過年 過年再扣掉一下 等於說到現在目前為止 我們從大陸進來的話 一般的貨物的話 出口才一千多噸 是 一到四月份 然後我們台灣 台灣過來的 是比較 是 來這邊是比較多 可是我們出去台灣的 也只有一千多噸 等於說 都是一千八 大陸進來也是一千九 現在你知道這什麼原因嗎 小山東的貨運 就是在小山東剛開始的時候 是蓬勃的發展 後來因為一些事件以後 等於大陸那邊 等於把小山東的貨運 等於一次停下來 那最近又有一點 就是增加的現象 但是每一次就是 我們跟在農馬會談的時候 我一直希望說 小山東貨運能夠恢復正常的 小山東貨運 但是一直都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就是得到一個 比較正面的一個回覆 或者是 他就是福州市政府那邊 也一直討論說 會因為他們在管轄的機關 不太一樣 因為他們的海關 以及他們的這個相關部門 也不屬於福州市政府來管轄 他們有說一直在協調努力 希望說能夠恢復小山東的貨運 但是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一個具體的結論 那這個部分我想在適當的時機 我們會繼續的爭取協調 因為就長遠的發展 來說馬祖在這個位置上 除了這個小山東的交通旅遊之外 我想那個貨運的往來便捷 也是對馬祖的長遠發展是非常重要 甚至就是自由貿易持續 或者免稅港的一個極致的建立 對馬祖長遠的發展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對於目前就是面臨的問題跟關卡 以及必須克服的 我們還沒有辦法掌握非常關鍵的問題在哪裡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還要再努力 其實這方面 本期有一個請見 也知道一些 像我們現在運出去的東西 比較沒有爭議 或兩性的事 可是我們當中的東西 沒辦法運到我們這邊 除了建材以外 有一些地方幾乎根本沒有辦法運進來 經濟部明明是允許的 台灣就是大山東一樣可以運到 就是運到馬祖小山東的時候就沒辦法 像前年我們財法座處長也是協商過 人家你看大陸那邊運過來船 幾個貨櫃就擺在那邊 就是我們變成我們這邊的問題了 他說你要檢驗證明 那人家業主也讓你去檢驗了 結果到最後還是把那五個貨櫃原船退回去 這是什麼東西 是一些好像類似的 也是建材的一種 建材 對 可是它台灣可以運用 它要運到台灣去 就是想要弄的船 就是跑想要弄的船到馬祖 應該馬祖我們這邊海關 要查驗一下就可以走了 結果他們又牽扯到一些檢驗的問題 那檢驗問題 人家一認為你說你拿到台灣去檢驗 我東西就擺在福澳港 結果到最後還是原船運回大陸去 就是我們變成我們自己這邊 自己這邊板 自己這邊板 我們馬祖這邊板的 把這個 把這個船務司的貨物板住了 這個東西跟海關應該是有關係的 應該采貨船處長當初也協調過 也了解這個區塊 這為什麼這樣 你看喔 你看我們馬祖有時候這種船出去 一千多多人可以再六七十個貨櫃 它這一個兩個貨櫃去大陸 那回來的空船回來 你說怎麼會 叫它怎麼生存下去 然後到陸軍運來的東西 你又不讓它上啊 又不讓它轉運回台灣 所以這方面應該也有一些因素 是我們自己的因素 並不是 你今天跑不順 人家就不會跑了 那為什麼金門 它順的時候 我們這邊特別少 金門一不順的時候 我們後來就多 所以這方面 應該是我們內部這邊 也是應該也要有所 也要有所那個啦 就是說我們政府也應該有所作為 去海外那邊去協商一下 到底怎麼回事 是 這方面的話也是 我們自己也是有問題的 是 這方面的話 現長到時候 我想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在召集 就是小三聰的貨運業者 問問他們面臨的問題 或者貨運面臨的問題 然後再召集相關單位來討論 看看是不是問題的關鍵在哪裡 我們來協助解決 好 這方面的話 希望說現長 這方面能不能再 會後去瞭解這區塊 是 跟那個我們港務處處長 聊一聊就知道 是 原因在哪裡 是 那現長請坐 是 本線這邊再請問一下 我們那個 我們那個 我們現在 就環保 環保那個 環境保護局 環境 環境 支援局 對不對 那個 我們現在回收法的廢油 你們都是什麼處理的 請主席才智 請環境支援局局長回答一下 請張警長做回答 謝謝 他有 他有 為外的廠商 他有大型的 一頓的 儲油炒 在那邊 到一定的量了以後 他就運往台灣去 去做 這個 後製的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你就是 你就是 回收回去以後 直接直接 量到的時候 直接運到台灣去 沒有什麼 我們一部分 較少的部分 來這個廢油製造 大部分 都是運到台灣去 在處理 廢油製造什麼東西 就是廢油 我們來做 那個肥皂 那你今年度有做過嗎 肥皂也做過嗎 我們今年度還沒開始 我每一年都有 這個廢油製造的 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在推動 你是委託人家 哪一個單位製造 肥皂嗎 還是怎麼樣 對 我們是在這個 環教裡面呢 是一起為外來做 是為外 你沒有說 一年要做多少肥皂 有有有 我們有 那往年的話 原則上面就是 會鼓勵社學來參與 那你可能有機會 可以補助他們 有有 那這些肥皂剩下 做什麼用 肥皂一般就是 清潔用 那洗身體它是 沒有辦法 因為它 如果是要洗身體的話 或是洗臉的話 它要用的油的餅質 要比較好 那它這個廢油 它是因為經過這個 炸過以後 所以它只能用在 比較一般的洗滴 洗滴的用途上面 洗衣服洗手 都可以就對了 洗手還可以 因為建議你 就是說 因為我們你看 其實這種東西 量是多的時候 你生產量 假如說多一點的肥皂的話 人家去淨湯 製工他們 就是可以發放給他們 就是說把這些肥皂 你多製造一些出來 然後呢 那些去淨湯的人 就每個人給他幾個 我認為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這樣費用 你可以利用到 是啊 這個構思很好 因為好像沒有看到外面 拿到你們製作出來的肥皂 一般都是社學 社學它做完以後 它自己個別參與 參與這個製造的 它哪回去去用 那我們自己 這個局裡面呢 也有留一些 只有少部分 我們去做成就的 成果的展示 我習慣說 這個方面 以後量多的時候 應該 今天參加激進湯的活動的人 每個大概一兩塊回去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是 我可以朝這個方面 這個方面去思考一下 好不好 再來我們清水那個 污水處理廠 到底什麼時候開始試工作 因為目前為止 清水村已經人口有1000人了 算第三大村了 戶禁村的1200多個 馬上就追到一戶禁村了 因為很多還有戶籍沒有簽過去的 的確這個 清水村這個污水處理槽 它目前是100CMD 那現在也非常重視 也有指示 希望我們能夠積極的來辦理 我們在那個 污水處理實施計畫裡面 第一階段 修正計畫裡面 就是把那個 在清水跟福澳的中間 那個區塊可能會增建 增建一個比較大型的污水處理槽 來解決目前的問題 因為早期這個 這個在公務局的時候 他們去年就在講這個問題 也是說 也照你的方式說 福澳清水當中做一個處理槽 到目前為止 只見樓梯沒有人下來 我們本來是 去年總體檢以後 報第二階段實施計畫 在裡面來爭取 那署裡面他們的意見是 希望第一階段的經費 還有一些操作費 用完以後 來再 核定第二階段 但是因為很急 所以他希望 因為我們 這個包括喬指 都是迫切 需要去增建 或是改善的 所以他也同意說 我們 我們在五月底的時候 已經報去爭取這個計畫 那我們也在 這個很積極的在協調中 我們希望盡快核定 那就可以 來興建 那這方面 麻煩你局長加把勁好不好 會 好 局長請坐 謝謝 那再來 因為我昨天碰到一個鄉親 講的一些話 他說馬祖好山好水 也出現一個人類 好像雞殺的 107歲 他現在一直說 他可能是 也台灣算起來也是 第一 就是年齡最 最 最長的人類 就是說 他們根本去建議說 能不能跟建成我講一講 你們不要老是拼觀光 拼拼這個 那個 在觀光劇中 你老是推攔眼淚 可以 馬祖好山好水 出個人類 這樣子的意思 他意思說有空的話 他們也可以 他可以幫他做活廣告 幫我們做活廣告 就是說 也多一個亮點 現在這個我希望你會後 你們去研究一下 有沒有這回事 好不好 好 謝謝